手游酷玩 现在还属于是一个叫声关卡 左边的话是方向 右边可以选择进行跳跃 这个怪物是不是可以踩的 是没用的 它属于是我方阵营的一个怪物 现在还没有武器 需要到前方去商店买一把 这个商店是如何进呢 好像进不去啊 那我们继续向前走 应该是没有到达指定位置 无法触发剧情 好 现在进入正确的位置了 来了一个红发少年 而我们的主角是一个蓝发少年 它给了我们一把剑就走了 看来这把剑是我们冒险必备的物品 初期可以使用一下 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 后续的话可以用来 这个打怪换来的金币 卖掉怪物掉落的一些物品 可以更换一下武器装备 通过跳跃我们来到上边 这边的话是进入 一个全新的地图地带 里边肯定会有一些恐怖生物 像这个蜘蛛就是啊 不过这个蜘蛛的血量是比较尴尬的 两刀它就死了 所以说是初级副本 这边看看还有什么东西 好像这里也没什么东西啊 丛林中会有这些 飞行的小精灵 然后就是这个恐怖的蜘蛛 不错上方一个宝箱 我们打开它 迅猛突击 打开这里 获得更多的一个钻石 总体上我们有三颗心 如果被怪物打掉的话 会损失我们部分生命啊 利用这个荡绳 我们跳到这边 看一下到底有什么东西啊 这里也没什么东西啊 诶 这是个死路吗 我们去下边看一下 好像有一些东西 我们没有发现呢 一个蜘蛛 打掉它 这边啊 原来下边才是一个死路 你看来我们还是要回到上面 不过像这种游戏 探索每个地方 才是正确的玩法 毕竟探索是乐趣根本 好 我们来到这里 成功过关 发现了一个老头 这个应该是他的师傅嘛 这个老头好像昏迷了 或者是被杀死了 所以说我们要一看究竟 这个人应该是挂掉了 可能这里边会有一些恐怖生物 出现了一个大震动 会有一些怪物 可能会随之出来 我们要拿好武器 而这里我们学会了一个法术技能 看来我们属于是魔剑士啊 属于是物理魔法 双面进行一个学习 这里有一个大怪物 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游戏我给出的是 四级评价 中等偏上 它是非常推荐一门的 这的话好像对他攻击没用 那么我们的主角 被他打败了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本期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您的观看 请订阅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